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行基本上你这标题就不用写别的了 那我现在手里拿着 他们今年只有黑金这一个配色 因此不像X20的时候 有红的有其他各种烂七八糟的颜色 这回只有黑金 大家看到现在屏幕下方小小的指纹 就是他们现在这次主打的一个屏幕指纹技术 以后我给大家好好的展示一下 上次在CES上 其实我们已经做了一个上手了 但是由于上手的时间比较短暂 所以说很多细节可能没有体会到 所以说在这里 今天再给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 首先这款屏幕是一个OLED的屏幕 因为OLED屏幕非常的薄 所以说Vivo有空间把指纹的sensor 填充在玻璃面板下 其实现在我是开启了AOD的功能 在开启AOD的功能 也就是Always on Display这个功能的时候 屏幕会显示一个时钟 同时也会在机身的下方显示一个 显示一个指纹识别小指纹位置 刚才点亮屏幕是因为我开了一个台外亮屏 经过我的几番测试 当这个手机立起来到60度左右的时候 当然60度左右的时候 屏幕就会被点亮 这个时候你用你的小手去点按指纹识别区域 就可以把手机进行解锁 但是因为我这款手机 我的左手指纹还没有来得及录 不 我不是没有来得及录 我只是给大家一个空间 简单大家亲眼目睹 我录录我左手的第一次指纹 解不开一下 上次我拍这个视频的时候 有很多同学就说 说你为什么不用一根 你没有录录的手指去解锁 让我们看看是不是比我骗人的 我觉得这个提问是不是有一些幼稚 这么大的一个企业 对吧 它不存在用一个骗人的技术来糊弄大家 那我现在来实际的录录一下左手指纹 演示一下这个全过程好不好 密码呢也是一个比较难猜的密码 我现在呢进入这个指纹和面部 然后呢我进入指纹 然后呢我再次输入四个 哦不能说这个数字 然后之后添加指纹 大家看需要录这个速度怎么样啊 这个时候呢 它其实屏幕上会显示出一个说 请稍微用力的挤压 这个时候效果更加 我自己这个手动尝试了几遍啊 其实这个屏幕呢并不是一个压杆屏 我想它提示这个用力按压 其实是为了让你的这个指纹 更加贴合屏幕 同时呢有一个更好的录入效果 哦我现在这个中心区域已经录入完成了 我现在开始录这个边缘区域 录入的这个过程中呢 每录一下跟正常的指纹其实差不多 它会有一个震动回馈 好了现在这个已经录完了 我现在已经切换成 这个手势操作了 所以说下面呢没有导航栏 现在我们是在开着AOD功能下 只要屏幕熄灭 AOD就会亮起 也就是这个会一直亮起 关于这个功能呢 其实我比较好奇 因为三星那个AOD OLED 它会存在一个烧屏的问题嘛 三星的那个是将那个小方块 轻微的左右上下移动 那我现在没有长时间测 这个Vivo的指纹是否也可以左右的移动 我现在来正式的用我刚刚录入的新鲜的左手指纹 来解锁一下这手机啊 大家看到了吗 再来一遍 好 其实解锁的绝对速度来说呢 还没有现在的许多后置指纹块 但是大家看 它在解锁的过程中呢 会有一个细小的动画 这个动画呢好像这个触电了一样啊 有一个动画 这个动画给人的感觉就好像 哦这个科技感很强 同时呢解锁速度也不慢 我想这个可能就是 所谓的这个科技和人文结合在一起了 对吧 通过一种动画的形式消除了一个解锁时 这个解锁指纹速度不够快的 这样一种效果 我相信啊 这个技术会在 就跟第一代这个指纹识别出现的时候一样啊 会在接下来的几代产品里 解锁速度越来越快 然后同时呢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是Always on Display这个功能 所以说即使你把这个手机平放到桌面的时候 它也会显示 那比如说我现在用我右手的拇指啊 去按 也可以解锁 所以说比如说你在办公的时候啊 或者说你在学习的时候啊 来一个新消息你想解锁这个手机 这个时候呢 基本不用对这个手机 比如抬起啊 或者说你眼睛注视啊 只需要把手指啊 搭在上面就可以完成解锁 这个是AOD开启的过程中 我们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现在我们看看 AOD关闭的时候 这个手机呢是怎么进行识别的 我这里关闭 关闭了之后呢 首先那我们这个时候锁屏 它屏幕上呢 就不会出现刚才那个失踪了 但是我们看现在这有一个小指纹 这个小指纹区域呢 经过我的测试啊 如果我们把这个手机平放在桌面的时候 这个小指纹呢 是不会出现的 这个好像也和Vivo的一个体感 或者说和它一个 这个重力传感器挂钩了 当我们把手机抬起来 达到60度啊 我这个瞎侧的啊 60度左右的时候 这个时候 这个屏幕下方呢 就会出现这个指纹识别区域了 那我们这个时候把手指按在上面 就可以接触手机了 这种方式呢 应该总体来说是一个 在省电和便捷的两者之间 取到了一个平衡 我从自己的使用体验来看呢 应该不如AOD开启的时候 更加直观 更加方便 当然如果有些人就觉得 AOD这个比较费电啊 同时这个可能会存在烧屏的危险 那么这个时候关闭AOD 直接把这个手机抬腕 然后让它显示 这是抬腕亮屏了 对啊 本身这个手机还只是抬腕亮屏 所以说经过多重的 多重 是不是很多人要拍这个手机 我离远一点 层层的辅助 这款手机在正面的指纹识别 应该没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好了 以上呢 就是我在现场 对这款手机的指纹识别 进行了一个体验 其他的部分呢 和Viu之前发布的X20 Plus 参数基本差不多 包括骁动660的处理器 包括4GB的内存 包括128GB的存储 以及前后这个 双像素对焦的镜头 前面呢 也是1200万像素 后面呢 也是1200万像素 然后前面这个呢 因为双像素的加入 可以实现这个虚化拍照 而后置呢 因为本身就是双镜头 那自然也可以虚化拍照了 电池方面呢 是3900 这是给我们现场 给我们的一个惊喜 现在漆黑一片 现在停电了 这款手机的电池 刚刚正好说的电池 这款手机电池呢 是39005毫安时 有零有准 好了 基本上 基本上 哇 我好感动 各位媒体老师给我打光的 基本上呢 就是我们来自现场的一个 这个上手体验 刚才我们拿到这款手机的时候呢 这个手机是有一个外套的 这个套上呢 写着 如果你自己贴膜的话 那么不要对指纹识别区域进行遮挡 同时呢 不要对顶部的摄像头区域进行遮挡 但是呢 这次比较遗憾的是 之前我听说 这款手机会搭配 Vivo独家定制的一个贴膜 但是在我手里这款机器上呢 并没有见到这款贴膜 那么可能很多网友就有一个好奇的问题 他们想问了 就是这款手机 贴普通的钢化膜 是否会影响它的识别率呢 我 就是这样呢 我从我的这个帮忙桌里 临时的啊 找到了一个普通的钢化膜 这个普通钢化膜呢 是贴iPhone7的 那我现在呢 就把iPhone7的这个贴膜 贴在这个识别区域上 来大家看一看到底会不会影响识别率 那根据官方 Vivo自己官方的说呢 是会影响识别率的 但我们就想看一看到底会有多影响识别率 好不好 现在我把这手机放在地上 同时呢 我蹲在这个手机旁 看有人踩到我的这块手机 这就是 我从单位顺着的一块贴膜 当然因为这个贴膜呢 是iPhone7的贴膜 对吧 所以说我们就不过多的去展示 这个贴的是否精细 是否有灰尘了 就直接把它撕开 哇 单手贴的大法 然后呢 把它扣在 这个机身的位置 好吧 这就是一款 哇 这个贴膜贴的祖传贴膜 天桥上这个贴膜手艺 我感觉 50块钱一张膜 这个膜应该不成问题 好 现在这个膜已经贴在这个机器上了 我现在就要锁平 哎呀呀 这就不太好握持 然后 现在我要台外晾屏 我按解锁 也能解锁 也能解锁 再试一遍 解锁 这把就没有成功 我再看 但是主要是也不太稳 也解锁了 我再来一把 现在是解锁了三次 有两次成功了 有一次没有成功 又成功了 看来这个手机在贴膜的情况下 好像影响不大嘛 还是我这款钢化膜太薄了 质量不过关 总之呢 Vivo在我之前的一个网友给我爆料的信息上显示着 他们应该会给自己的 这个Vivo X20 Plus屏幕指纹版 这个提个名字 我要快念一万年了 屏幕指纹版的配备一个特殊定制的膜 我猜 就是指纹识别这个位置呢 可能采用特殊的材料 或者说特殊的厚度 稍微影响一些这个指纹识别的正确率 就提升一些指纹识别的正确率 但是仅从现在我的使用来看 好像并没有 就即使你使用普通的钢化膜 对吧 这就是一个非常的 可能9块钱的一个钢化膜 也没有影响它的识别速率 还可以吧 我觉得还可以 好了 好了 这个我们后边有两个小姐姐 拍下小姐姐 好了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又一次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以上呢 就是我们在Vivo发布会的现场 给大家带来的现场报道 好 我们跟小姐姐打个招呼 拜拜 拜拜